今天帶大家去香港最長的碼頭看看 它有280米 為什麼要這麼長呢 留待大家一起去探討這個問題 另外會帶大家去看歐六式的七彩公屋 為什麼這些公屋會建得這麼漂亮呢 大家一起品評一下 接著會帶大家去看看沙頭國的支線 但這條支線已經消失了 是沒有這條沙頭國的支線 我都沒聽過 大家研究一下為什麼這條沙頭國的支線會消失 現在在這裡還有一個 告示牌在這裡 接著會帶大家去參觀沙頭國的實景 實景有三文字屋 都建得很漂亮 還有一些長堤 天涯海角 我覺得這個最吸引的 可以帶一些情侶去和他 山雲海誓 天涯海角 都挺有思義的 好了接著欣賞了這個沙頭島實景 這個沙頭國之線 沙頭國火車站 沙頭國之國 全港最長的碼頭 沙頭國碼頭 創意壁畫 在這個沙頭國碼頭 日月亭 七彩公屋 那是 消防局 中英街花園 沙頭國站 海尾街 T字牌 三文魚屋 三文魚屋 沙頭國鏡 中鏡 那怎樣去沙頭國呢 可以在港鐵上水站 粉嶺站 乘搭78號S 或78號K 藍田站坐277A 或者在這個上水站坐55號K的鑽線兆霸 去到總站下車 入去這個沙頭國之前 就要在香港警務署申請禁區指 我們申請這個個人 個人郵 個人郵 旅遊禁區許可證申請表格 個人適用 按這個申請 它有說明在這裏 說明在這裏 最後那裏 就按這個 現在申請 你可以用這個 登入 或者新註冊 我用致方便去申請 用致方便 申請 根據裏面去填你的個人資料 身份證號碼 電話和電郵 完成了你的申請 你提交完之後 它會審查一下 我等了一天 就有禁區證 記住 印審查證出來 進去沙頭國禁區 出回來 它都會上車來調查禁區指 這是很重要的 大家記住 我就是上水站的A3出口 出了出口後 我向右手邊轉 去這個小巴站 搭55號機 下車後 其實向前走就是碼頭 向左手邊走就是消防局 再向前走就是火車站和中英花園 現在這裏就是消防局 這裏是消防局 走前一點就有個油局 這個油局 去回 剛才下車的地方 巴士站不到 這裏是消防局後面 這裏有這幅壁畫 這裏有這幅壁畫 這裏也有牌 寫著中英街 往前走 那裏有這幅壁畫 這裏也是一幅壁畫 好,我們向碼頭直去 responses 走兩分鐘左右 就會見到日月亭 其實這沙頭國很小 急急腳,花半程 這裏是日月亭 沙頭角鏡中徑 水清時可以看到水平倒影 很靈靜 沙頭角很靈靜 人不多很舒服 很值得大家逛一逛 很多景點和特色的小食 大家可以帶小朋友來逛一逛 拍拖的朋友更加要來 這裏有個天涯海角 一定要和你的女朋友來拍攝天涯海角 這裏是公屋 我們繼續往碼頭走 走到碼頭中間 其實左手邊有一個街市 就是沙頭角街市 裡面有些海味買的 但不多 還有一些熟食的中心 大家可以進去看看沙頭角街市 其實裏面很多店鋪都沒有開 可能生意不好 人流少 這裏是沙頭角街市 裡面有個熟食檔 還有一些賣海味的地方 我拍一拍給大家看看 這裏是熟食中心 這裏是買一些海味 我沒有問價錢是否便宜 但大家有看一看 還有一些魚檔 見到一些白爪魚 或一些蜜魚都很大隻 我沒有問價錢 不知是否當地的漁民捉到回來 走完一圈很小 我們走到碼頭的小花園 我們繼續向碼頭那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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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有下車的那裏 即是巴士中站那裏 走到這裏 我想大概是15分鐘左右 慢慢走 這裏就是一個雨燈廣場 他們是很小的 遠處望過去就是這個 沙漏角很特色的七彩公屋 在這裏的魚燈廣場 遠處望到一陣子很漂亮 就是這個歐綠色的七彩公屋 其實是公屋 我靠近一點給大家看看 好了 我們繼續向前走 就有個天后廟 這個天后廟 也很小的 順便拍拍拍給大家看看 我們來看一下 在遠處看到一個全香港最長的碼頭 這個就是沙頭的碼頭 為什麼這個碼頭起到這麼長呢? 總共的長度有280米 有這個碼頭搭船去吉澳 鴨州只需20分鐘 為什麼這麼長呢? 因為當時水是很淺的 所以要起深一點 去到海中心才能拍到船 就是這樣的原因 所以碼頭這麼長 這裡有些座標牌 經緯道的牌 有些是鳳坑、谷寶 這裡其實也有船坐到谷寶 是很方便的 這裡是吉澳、鴨州 我們就可以坐船去 船期9點半、10點半一班 有這裡可以20分鐘 大家可以就船期去吉澳、鴨州 然後才回到這裡走 或者在那邊直接走 你看到很多人掛了一些幸福小魚 和朋友、親戚去祝福 或者愛人去祝福 這裡就是可以打卡的地方 這個碼頭 左邊我們會看到很多 畫了一些很漂亮的畫 在這裡碼頭有一條很長的壁畫 據問這些碼頭是沙頭小學生的繪畫 是有當地特色的碼畫來的 這個碼頭的盡頭是有些船期的 有些船是怎樣走的、班次 當天也有很多人在這裡游泳 這個就是三十個船期 去荔枝窩、鴨州、吉澳的船期 這裡就是天涯海角 右邊有一個白色燈塔 是相影程趣的 可以在這裡拍照 證明和你三個人去到天涯海角 這是地界牌 這裏也有一個船式的路牌 日出沙角、月遠海角 這就是沙頭角之角 有一個經緯的座標 這裡有一個T字牌的路牌 總共有三個地方有T字牌 新樓街、車坪街、鹽尿廈下 都有三個 但鹽尿廈下我問過當地村民已經拆了 都找不到牌 我只找到兩個牌 一個就是車坪街 一間拍攝給大家 來到這裡就是火車站 這個就是沙頭角火車站 這裏是車坪街 其實是在火車站旁邊 十部路都不夠 在左邊就是中英街的花園 其實也是很小的 前面就是禁區出入 那邊就是去沙頭角那邊 但我進不了 因為旅遊簽證 她不讓我進 所以我只是在門口拍攝給大家看 要繼續向前 這裏就是車坪街 其中一個T字牌 很特色 其實現在香港已經很少 這些牌 現在全港 現在全香港只有八十個 正下來的 那這裏就其中有三個在這裏 那前面這裏就是 雪面就是沙頭角 那這裏就是那個 檢察站 檢察站 好了 我們走到這裏 那你見到這一排屋 就是這個三文治屋 這個三文治屋 在我們前面那裏就是那個巴士站 我下車那裏 這裏就是火車站 拍過給大家 那在他右手邊就是那個三文治屋 那當時的秘方堂那些人 就是被那些風打爛了 那所以安置在這個三文治屋 那這些屋又成灰色 那看起來好像三文治一樣 那這裏就是那個大埔火車站 那它有個牌 有個牌很特別的 寫著這個沙頭角的支線 和這個沙頭角火車站 那這個牌 那一看到這個牌 那它就是消失中的沙頭角 那其實我在Google看過 其實之前是有這樣的支線 那不知道為什麼會 後來沒有了 感謝觀看 記得訂閱香港背包 有新視頻第一時間通知大家